大家好,我是达摩 前面几期我们一直在聊胡适 今天打算继续 主要是聊一聊胡适他的一个少年时光 因为我一直觉得 就是一个人他的少年阶段经历了什么 常常会影响到他日后的一个人生选择 总的来说 胡适的少年时光我们可以用两个字来形容 就是纠结 然后我个人觉得这两个字其实也能够概括他的一生 不过聊起胡适的少年时光能聊的内容还挺多 所以说能打算分两至三期来讲 今天咱就聊聊胡适少年时光当中最大的烦恼 那就是他的爱情 加在江东秀和韦莲斯之间那些纠结不已的爱情 1904年 年仅13岁的胡适 由母亲冯顺帝做主 与一个叫做江东秀的女孩订了婚 最初胡适认为自己从来没有见过江东秀 就匆匆与他订下人生大事 这个对他来讲有些太过意外 所以呢 他也有些郁闷 正当他进行心理建设的时候 他一个被过季出去的哥哥啊 叫做胡红批 要回上海养病 于是呢就提出 要带胡适出去接受现代教育 胡适的妈妈也同意 所以结婚的事情就拖延了下去 等胡适到了上海以后 就读了几所新式学堂 接受了新式的思想 还在学校的刊物上发表文章 1906年的时候 胡适撰写了文章婚姻篇 在文章当中 他认为很多中国人的婚姻实际上都毁于父母的包办 但是父母对于子女的婚姻做主也并非完全不可取 他援引孟德斯鳩在论法的精神当中的一些个观点 孟适认为父母应该指导子女的婚姻 因为他们更有经验 1908年的时候 胡适的母亲冯顺帝置信胡适 让他回家立即与江东秀成婚 与此同时 胡适所就读的中国工学 因为更换了校领导啊 一次性开出了200多名激进学生 其中就包括胡适 但是呢 胡适也并没有回家与江东秀结婚 而是无所事事的在上海婚了两年 直到1910年 他考中了庚子赔款的官费留学生考试 于是前往美国留学 再一次幸运的与江东秀擦肩而过 他连家都没有回 就直接跳上了前往美国的客轮 在美国 胡适仍然坚持婚姻应由父母做主的观点 因为他认为自己是婚姻的这个折中主义者 所以他不能输给婚姻自由主义者 而且一旦在争鸣当中败为 他也无法说服自己接受还在国内等待的江东秀 他的观点概括起来呢 主要有三点 一 中国女子的地位要高于西方 因为中国女子的婚姻是由父母做主的 不用像西洋女子那样现身交际 取悦男性以达到求偶之目的 第二 中国式婚姻虽为包办 但皆为名分所造 男女一旦成婚 便生出特殊之柔情 婚后亦能相互体恤 相福到老 第三点 即便是在西方国家 在婚姻问题上也是逐渐的由放任转向干涉 中国人许其西方 但在婚姻问题上还是要谨慎从事 这些个观点呢 也使得胡适成为留美学生当中的老古板 但是这并没有阻碍胡适在美国高校主流圈中逐渐声名雀起 很快 胡适偶遇了一个美国女孩 也就是埃迪斯 二人很快熟识 1914年 韦连斯前往纽约学习绘画 胡适常常借故往返于伊萨卡和纽约之间 以办事为由 其实呢就是来探望韦连斯 韦连斯的出现 让胡适开始厌恶江东秀和中国式的包办婚姻 他试探性呢给母亲写信 希望能够解除婚约 但是母亲冯顺帝回信 却只说江东秀常常去家里与他作伴 还主动的去承担家务 并且为了追随未婚夫的志向 他也开始学习这个读书和写字 并且试图放足 接到信之后的胡适 很失落的对他的一个美国的好友 叫做刘易斯甘尼特 对他感慨道 我们这一代人是必须奉献给我们的父母 和我们的孩子的一代中间人 除非我们能够摆脱一切影响 我们就必须要按照父母的愿望 与他们为我们选择的姑娘结婚 但是作为美国人的韦莲斯 却并不这样认为 在一次约会当中 他曾经问胡适 他说如果我的见解 与家人的见解出现分歧 我是应该对他们容忍迁就 还是应该不惜一切代价 坚持自己的选择呢 胡适当时并没有正面做出回答 但不久之后 韦莲斯摘抄了毛来的一段话 给胡适表明了他的态度 他写道说 一般说来 父母可以对我们有所要求 而这个世界上的其他人则不能 而当一个人感到自己不能顺从父母时 他的自尊也不应该受到损害 这一时期 胡适加在江东秀与韦莲斯之间 始终无法心安理得的去接受或者拒绝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 他在日记当中流露出了独身主义的倾向 并且呢 仍有兴趣的列举了世界历史上的很多 这个独身的名人 比如迪卡尔 斯宾诺莎 康德 霍布斯 洛克 斯宾塞 牛顿等等 他还认为 婚姻对于男人的经历是一种牵扯 保持独身 更有助于男人成就大事业 不过呢 这个再理性的大脑也敌不过荷尔蒙 胡适仍然在与韦莲斯交往 并且在同他交往的过程当中 对中国的传统家庭观念逐渐产生了质疑 开始极力反对纳妾 早婚 重男轻女 传宗接代 以及近亲结婚等行为 并且支持妇女解放 1915年 胡适转学到位于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 开始师从约翰多威教授 攻读哲学专业 由此呢 也结束了他与韦莲斯的异地恋 紧接着胡适呢再度决定 这个置信母亲冯顺帝 委婉的表达了对江东秀的拒绝 而母亲的回信也很委婉 只说让他体谅他作为母亲的一片苦心 接到这封信之后 这个在纽约的最后两年时光里 胡适的情感生活就很空白了 只剩下这个反复不断的心理建设 以便迫使自己可以接受现实 他甚至开始把自己写好的诗词寄给江东秀 目的在于提前与他培养感情 同时也断绝了自己所有的后路 1917年7月 胡适学成归国 并于12月回家与江东秀完婚 胡适少年时代的情感生活 也由此告一段落 通过讲述胡适少年时代的纠结的情感经历 我们会发现胡适他对待情感 以及他日后对待新旧文化的一个基本立场 很大程度上就脱胎于他少年时代的这段经历 在日后的漫长人生中 胡适有过一情别恋 但是最终却选择了与包办婚姻下的小脚女人江东秀 相扶到老 他成为新文化的运动的领袖 但是也并没有忘记整理国故再造文明 由此我们似乎也能够窥见胡适这一代民国学人 他介于新旧文化之间的文化底色 同时对于他们试图去改造社会和传统文化的 这样一种最终的悲剧性的命运 也抱以一种深深的同情与理解 今天这个视频就录到这里 咱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